西甲比赛尚未开始,马德里德比将在欧洲超级杯上演,上赛季欧冠军皇家马德里将迎战欧联杯冠军马德里竞技。 这是C罗与奇达内离开皇马之后,银河战舰第一次对冠军奖杯发起冲击,在2016年和2017年皇马连续两届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,在完成欧冠三连冠尾之后,皇马能否实现欧洲超级杯三连冠值得期待。 由于是马德里双雄争夺欧洲超级杯,所以本赛季的欧洲超级杯已经被西甲球队锁定,值得一提点是在近十年来,西甲球队已经九次获得冠军,其中巴萨三次夺冠,皇马与巴萨一样三次捧杯。 马静两次以欧联杯冠军的身份,击败欧冠冠军收获冠军,唯一一次例外则是2013年的拜仁慕尼菲点球战胜切尔西获得冠军,那也是十年内唯一一次没有西甲球队参加欧洲超级杯的比赛。 另外,本场比赛两队的当家球星莫德里奇,与格里兹麦将再次正面交锋,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中,格里兹麦所在法国队,战胜莫德里奇,另闲的克罗地亚登顶冠军之边,本场欧洲超级杯,两者将再一次针锋相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